那我们要请出毛阿敏为我们带来时代 在90年代有一部万人空巷的电视剧 那个时候有很多的女人都想嫁给那个叫宋大成的男人 我也是 下面就把渴望送给大成哥 李雪剑老师 我又有岁月 你说当年好困惑 你只一花难去收 每一碗离合都曾经有过 这样执着究竟为人生 爱人上路上乡就送心中的 真正的生活谁能够触摸 是对还是错 我去哪来 未来的歌 谢谢你 谢谢 谢谢你 大成歌 谢谢 2015年一部狼牙榜 让我们发现了许许多多优秀的演员 呼个仔吗 散黑母姿 敬东呢 哎呀敬东啊 你比那个闯关东的时候胖了 刘涛 看见刘涛在这儿 因为今天你们来了 所以我来了 我比较遍啊 这儿是真正的 你时机的 雪人影 何人信念 烈火 清冰河 心里面 诸路 冰山风雪 征途矛断 铁甲永恒 明如在心 青山难免 江山如光 使我心愿 万山 恒说 谁歌不甜 笔雪长江 卓日少年 无影归途不见公园 一笔千秋 后人信箭 红尽 云上 作为歌手在舞台上演唱 很荣幸能够第一时间 享受到观众的掌声 但是作为演员 很少有机会享受到这一刻 所以今天我提议 我们伸出手 为自己鼓掌 音响师 这首歌能不能不要放音乐了 我想清唱给大家 孤独站在这舞台 听到掌声响起来 听到掌声响起来 我的眼泪忍不住掉下来 经过多少失败 经过多少等待 告诉自己要忍耐 一起来 一起来 掌声响起来 我心更明白 你的爱 你的爱 将与我同在 掌声响起来 我心更明白 歌声响起来 歌声教会 你我的爱 有请品质推荐人 制作人侯洪亮 演员杨硕 有请两位 那我特别想问一下侯大大 您对优秀演员的标准是什么样的 人好 谢好 年度观众喜爱品质巨星 祝贺刘涛 黄轩 有请你们两位 今天是我入行的第十年 十年前的2007年 当时我的梦想是 如果我毕业以后 可以成为一名演员 同时能够通过演戏来养活自己 我觉得我就非常满足了 但是十年后的今天 我还能站在这里 我非常非常的感恩 感恩这十年里 给我机会的每一个导演 感恩这十年里 所有合作过的演员 合作过的工作人员 谢谢你们 谢谢 刚才子文还问我说 为什么这个苹果是空的 我说 这需要我们用心把它填满 让它成为一个真正的硕果 其实我生活当中 就是一个很热爱生活的人 因为我觉得我所有的演技 都来于我的内心 都来于我对生活的启发 我必须要这样热爱生活 我才能够给角色更多的东西 我们必须坚持不懈 必须有匠人的精神 必须对得起观众 对得起我们这个演员的职业 谢谢大家 谢谢刘豪 请品质推荐人 祝您编剧王丽萍女士 演员杨瑶 大家晚上好 我是编剧王丽萍 王老师 想问您一个问题 您觉得 演员的号召力源自于哪里 我认为一个演员要有号召力 可能他就要有人品 也要有艺德 还要有演技 当然还要有个性 年度市场 号召力巨星 祝贺唐嫣 那王凯呢 因为工作的关系 没有能够来到现场 请金牌制作人何鸿亮先生 也是王凯的伯乐 替他领取品质受过 我感觉我今天 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 我非常的幸运 更多的是感恩 在未来的日子里 我也会带着我的真诚 怀着感恩的心 对待我未来的每一个角色 谢谢所有支持我的观众朋友们 还有谢谢我的唐觅 谢谢 今天我们也要特别感谢 何鸿亮先生 为我们专门带来了 王凯录制的个人感言的VCR 我们来看大屏幕 大家好我是王凯 很遗憾 由于工作原因不能到达现场 那在这里我要感谢 东方卫视 以及品质盛典对我的肯定 还要感谢我的公司 感谢所有的观众朋友 以及我的隐秘朋友们 对我的支持和喜爱 那在以后的日子当中 我会继续努力 把更多具有品质的作品 带给大家 这个时候呢我们非常高兴 也非常荣幸的邀请到 从香港远道而来的一位 曾经叱咤影世界的巨星 她就是胡慧中女士 今天呢我特地要为各位 推荐一个人二十多年前 我在我唐姐家里呢 我看到一个楚楚可怜的小女孩 我就蹲下去 跟她拍了一个照片 之后呢很多年过去 这个小女孩呢 她拍了很多戏 变成亚洲 红遍亚洲的一个女演员 我的女儿也因为 看了她所扮演的角色 疯狂的疯狂的 迷恋这个 当年的那位小女孩 于是呢我就很好奇看看 这位女演员到底是长什么样子 当年拍照有一个很深印象 是她嘴巴下面有一颗痣 当我再看到那部电视剧的时候 我看到那颗痣在她的嘴巴下面 我心里很清楚 这个演员就是当年那个小女孩 她跑到香港来找我 她带着 她当年跟我拍的那张照片 她跟我说 胡姐 我找你好久好久 我当时听了这个话 我眼泪都快要留下来 她有情有义有心 所以呢 经过这么多年 我仍然可以跟她再续清缘 各位朋友 请看大屏幕 就是她 谢谢大家 首先让我允许我介绍一下 为什么今天穿的那么特别的衣服来到现场 因为我现在无锡拍戏 我直接从片场来到了SMG的那个 盛典 对 反正这就是穿越过来的 其实 我应该怎么说 如果从辈分上 胡慧中老师 你应该称她 我应该管胡姐叫姨奶奶 这么年轻的姨奶奶 但是她太年轻了 我每次叫奶奶 我自己都起气 看到实在叫不出口 所以我说我还是管你叫胡姐吧 对对对 我刚刚看到胡姐 我突然 就我突然发现 原来我那么多戏那么能哭 可能也是遗传胡姐 我每次都是战战兢兢 因为每个角色每个表演 对我来讲都是一次探险 因为当我拿到剧本 我虽然很喜欢这个角色 但不知道自己在现场 能不能把自己所想 所感受到的表现出来 所以每次在现场 能够表达出自己想表达的东西 我觉得好像 像中了奖一样 我非常非常高兴 我觉得我非常幸运的是我每个角色 都会被大家惦记 被大家记住 然后让大家鼓励 所以作为演员 我觉得我很幸福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李宇春带给大家的 西门少年和Magical Show lympic营 选择 《西门大人》 冰箱 《西门大人》 艺术 金营 还远远读不懂青春不死 那一首诗 回头涂脸狂奔永不知 穿着破装鞋子 仍旧这样渐渐长大 年轻心疼梦在不知不觉 中发了牙 仰翻眼红成风破浪 要去惊讶天下 致命的意义就是要退情 燃烧不怕流霸 月月问少年能够呼吸多少个四季 少年说一定率行二行 无所畏惊 不管路上遇到要么回过 还是新风雪 等于抗起的全都像阳光 剩着你一步一步 烧不清我们的野生 野长 烈火 烧不清我们的野生 野长 野火 烧不清我们的野生 野长 烈火 烧不清我们的野生 野长 我要你最初 平大的声音的少年 我要你最初的那个新门少年 我要你最初的那个新门少年 这次没有选择去的 那里奔跑下去 我要你最初的那个西门少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灯光开始扫手 音乐负责轰隆 谁的身体重置于动 高手庇话小说 开戏场景风筒 今晚我要打开脑洞 关了什么明天的pridey呢 当时先来一场还敢打醉 远 烧 把 内心深处 不安分的火焰紧破 It's just a magic magic 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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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喜欢 你看不过我 我就喜欢 你干不掉我 我就喜欢 野蛮的破坏性 我就喜欢 全场都被搞定它 It's just a magic magic 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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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春春给我们带来这魔力四射的表演 也请春春留步 春春的表演总是引得粉丝们纷纷地尖叫 你们嗓子哑了没有 还能看呢 这种面就爆棚了 喝一口水中贵族百岁山润润嗓 然后再喊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要推荐另一位 年度卓越品质之星 有请品质推荐人 演员袁洪以及春春 大家好 我是袁洪 大家晚上 我是立初 如果用两个字来形容我跟她的关系的话 那应该是爱过 我觉得不仅是你爱她 我们所有人都爱她 我的印象总是停留在这个大学 第一次跟她见面 我是记得在宿舍楼下 我们俩之间经常会出现这种 偏差或者是这种出入 想法的出入 但是呢 经常发展到后来都 我都发现她是对的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 我现在得到的一个答案可能是因为 我觉得她是一个关注生活的人 我曾经有过跟她一整年 我们排演话剧 你可以看到她很多很多的细微的一些细节 那通过我的观察 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地认真 也非常敬业的人 有请福哥领取品质之果 感谢大家让我又可以上一次台 其实刚才我还有一些话没说完 正好 太好了 我最想说的是 我希望老一辈的艺术家们 生命长情 艺术长情 其实在这里 我恳请大家 我们一起占用一些时间好吗 因为大家都知道福哥即将启程赴美国留学 追求他的人生梦想 他的职业理想 谢谢森姬姬 谢谢东方伟师 我今天拿在手里的 我觉得他不能说是一份荣誉或者是一个奖 他可能是一份承诺 因为这个造型很别致 把他变小了 他就像一枚戒指 这个承诺就是 我得回来 我其实还想再接一个秘 还有惊喜 来 有请朋友们 特别从宝岛台湾赶来的林依晨 从加拿大演出马上飞回来的扎西顿珠 其实袁洪今天也是从美国赶来 还有三位普通的粉丝代表 来 各位请到台前来 送上圣节的哈达 我希望我哥就是学业那个爱情两不误嘛 然后如果能从国外再给我带个嫂子回来的话 我是很愿意的 大家愿意吗 祝福哥哥 一辰 一个表演工作者还有其实是一般人 都会有被人家仰望或者是轻视的时候 可是我觉得只有他自己应该要知道如何平视自己 然后知道自己该是个什么样的人 可以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觉得这场旅程他会因为这样得到很多 然后开心玩吧 我相信他会做好自己 做更好的自己 我们请粉丝拍一位代表好吗 老大 我希望大家作为粉丝呢 无论你现在出国留学 还是未来想要骑着摩托车 环游世界 我们都会支持你 最后我们想对你说 我们会带你回来 我最真实的感觉是我现在快站不住了 在这个台上 因为我的初衷是我自己的事 我是想安安静静地走 安安静静地离开一段时间 我没有想到今天会把这件我自己做的事放得这么大 我真的是有点收不住 今天在台上的各位都是陪伴我一起成长的 有许多人对我的这个选择不是那么的理解和认同 但是我觉得艺术的生命是非常长的 我还会回来的 我会更好地回来 不说了 吴哥 吴哥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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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每一次告别都是为了更美的重逢 再次把掌声送给台上的各位 谢谢你们